習近平結束旋風式綁港 全程與官員保持距離 香港青年說 我們未來被抹殺 專家分析50年不變下場 香港主權移交25周年 美國連發三聲明譴責中共 袁紅兵說 中共內部可能醞釀重大政治事變 歐美靜耀關注中共活習器官罪行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7月2日星期六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我是雪兒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 結束一日半訪港行程 7月1日下午 在西九高鐵站坐高鐵離開 習近平這次訪港 是他兩年多來首次離開中國大陸出境 但訪港行程大幅縮減 並且沒有在香港過夜 習近平這次到港提高了座駕保安 選用了紅旗防彈車 以往中共領導人 包括胡錦濤、張德光訪港時 都乘坐由廣府提供的 保馬7系防彈車 習近平2017年訪港時也是這樣 值得一提的是 習近平訪港之際 香港COVID-19疫情正在升溫 連續兩天 單日確診突破了2000宗 從新聞鏡頭中可以見到 習近平和彭麗媛抵港後 都和官員或嘉賓保持距離 沒有握手 包括30日 習近平分別和官員 和百多名香港各界人士合照 都未和各人握手 只是點頭打招呼示意 和以往不同 7月1日上午 習近平主持新一屆香港政府官員宣誓 他台下座位 亦和其他人保持一定距離 亦沒有見到他和新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握手 分析說 習近平小心翼翼 防染翼 無可口飛 新任政務司司長陳國基 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偉 之前確診 他們在宣誓前檢測轉為陰性 中共人大常委譚耀宗 就在30日確診 沒有法治參與習近平的大合照 2020年7月1日 中共推出了《香港國安法》 進一步侵蝕香港的民主自由 一位香港女生 曾經因為支持香港自由抗爭運動 遭到中共國安拘捕 她在獲得保釋後逃去加拿大 她在接受新唐人採訪時表示 一國兩制已經成為過往 中共抹殺了我們的未來 在加拿大申請政治庇護的香港青年王儀 從2019年開始 就積極參與反送中運動 她說他們這些年輕人 一直都想在香港度過一生 2020年7月1日 中共推出《香港國安法》 王儀回憶說 中共藉此操控著香港政府 嚴厲打壓這些為香港自由抗爭的年輕人 而且還要毀滅香港人珍惜的文化 令到我們對香港這個地方 更加憤怒無助和絕望 令到我們根本在香港這個地方 是想不到以後人生有什麼規劃 或者想不到我們還有什麼將來 王儀說她從小就懂得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的道理 所以雖然處境艱難 她還決定留下來幫助那些被拘捕的 和被迫逃離香港的年輕人 她是一位朋友被警方蒙頭獨打 幾處骨折 一隻眼被打盲 而且沒有得到適當的治療 在監獄單獨關押至今 王儀表示香港人這些年已經認識到中共的邪惡 今後大家應該攜手前行 我們不可以再失去更多的同路人 我們要一起走下去 當年鄧小平一句50年不變 被視為中共對香港在一國兩制下 能夠維持特殊地位的承諾 現在香港主權移交25年 一國兩制走入下半場 但自從兩年前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 香港整體的政治環境發生劇變 2021年中共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之後 外國者治港成為現實 完全改變了當地的政治版圖 泛民被排除在新一屆的立法會之外 而且有47名政治人物因為參加初選 而被控顛覆國家政權 香港是否終將失去特殊地位 成為中共治下的普通城市 而《基本法》中對行政長官 立法會將實施雙普選的承諾 是否還會實現 時事評論員劉瑞兆 在接受中央社專訪時表示 《基本法》對實施普選沒有時間表 因此這需要看北京的意願和自信心 劉瑞兆舉例說 《求是》雜誌5月1篇討論港區《國安法》的文章 強調政治安全是國家安全的根本 核心是政權安全及制度安全 由此解讀北京很難在香港落實雙普選 劉瑞兆認為 微觀來看由於香港仍然是多數外資進入中國的跳板 也是中國經濟進軍世界的關卡 因此北京依舊重視香港的地位 會努力維持香港的資訊自由和股票市場制度 但一些中國商界運作的潛規則 可能會破壞香港的制度 而橫觀來看 如果美中角力成為持久戰 令《國安法》在香港壓倒一切 令資訊自由和司法獨立受到影響 那麼國際資本仍然可能決定離開 屆時香港的國際地位恐怕受到挑戰 7月1日在香港主權移交25周年之際 美國白宮、國會及國務卿布林肯連續發表三項聲明 譴責中共破壞了香港的民主、法治和自由 布林肯在當地時間6月30日發表聲明 批評北京當局以《國安法》回應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的行動 大量港人因此被關在監獄 還查抄獨立傳媒組織、關閉博物館 移除公共藝術作品、削弱民主機構、推遲選舉 剝奪現任立法會議員的資格、實行效忠宣誓等等 他還指出北京散布所謂境外勢力 在香港抗議幕後黑手的虛假資訊 布林肯表示與香港民眾站在一起 聲援他們要求恢復那些被承諾的權利和自由呼籲 在同一日的6月30日 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也發表相關聲明 聲明中批評中共破壞香港民主制度、施壓司法機構、 扼殺學術和新聞自由 此外 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的中國委員會CECC 在當日較早時也發表聲明 批評中共一再違背一國兩制的承諾 但方面制定了國家安全法 並更改香港的選舉制度 因此只有北京的擁護者才可以在香港執政 並強行關閉致力於新聞自由的新聞傳媒 聲明最後強調 將繼續追究任何破壞香港人權和法治承諾的官員的責任 並在全球範圍內和其他盟友和合作夥伴進行協調 公開這些案件並爭取無條件釋放政治犯 此外我們將努力為香港人提供移民途徑 令他們將自身擁有的才能和能量 帶到美國或其他自由世界國家 近期 中共官方一直釋放出矛盾信號 習近平的動態清零 和李克強的舊經濟難以併存 在二十大前 以及臨近北戴河會議之際 中共的這場內鬥引人關注 專家認為習近平靠國家暴力控制局面 中共內部現在沒有人能在正常程序下挑戰襲 同時一場政治危機在醞釀 一旦發生就會驚天動地 近日中共當局公布第九版疫情防控方案 對疫情監控風險人員的隔離管理 中高風險區劃定標準進行調整 公信部取消行程卡大聲記號 多地取消常態化核酸檢測 加上中共國務院針對過度防疫 多次提到苟不準 種種跡象指向中共有意放鬆疫情管控 但據中共官媒報導 習近平6月28日在武漢考察時強調 堅持動態清零不能搞集體免疫 寧可暫時影響一些經濟發展 因時因勢不斷調整防控措施 中共當局的清零防疫政策 特別是大規模防控 對經濟造成巨大衝擊 大陸4月份主要經濟數據全線下行 5月消費數據仍持續3個月下滑 清零失業率創18.4%的紀錄新高 針對上述現象 中國問題專家 女澳化學家袁鴻冰 6月30日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在防疫路線方面並沒有大的變化 當局只是進行了一些戰術上的調整 中共不可能改變動態清零的總方針 因為習近平明確地再次強調 一定要堅持動態清零政策 而且他也明確地說 即使為此犧牲一些經濟的發展 他亦在所不惜 但袁鴻冰認為 由於經濟下滑 令地方受到很大的衝擊 地方財政都無法維持 於是地方官員 就只能採取陽奉陰違的方法 官員已成為中國最大的躺平群體 外界不少分析認為 李克強主導的國務院 一直在設法挑戰習近平的清零政策 盛傳集下理想 元老逼供習近平等 對這個看法 袁鴻冰認為 現在中共黨內 沒有人能夠在正常程序下挑戰習近平 北達河會議 不可能有任何實質性的變動 不會有什麼 這個元老那個總理 這個常委出來公開地反抗習近平 他認為即將到來的二十大上面 最主要的焦點就是 看習近平究竟能夠實現自己的哪些目標 袁鴻冰認為 習近平最基本的目標就是 仍然保留總書記的職位 實現終身執政 袁鴻冰認為 習近平可以通過強制手段控制局面 他說中共的黨魁已經不可能通過道德的吸引力 來令官員信服 他只能夠靠暴力 2018年的時候 習近平為了修改憲法 要軍隊提前進入人民大會堂 打著旗次護衛憲法進入人民大會堂 袁鴻冰說 習近平要在二十大實現終身執政 他依靠軍隊、秘密警察 依靠黃小紅的公安部 對各級官員進行嚴格的控制 不過袁鴻冰指出 這種局面本身也是現在中共政治危機的一種表現 直雷下去 就會發生宮廷政變式的重大政治事變 他認為這種政治事變的能量正在醞釀中 而且越是臨近二十大越緊張 袁鴻冰說 如果有變動 那就必定是驚天動地 宮廷政變式的變動 那麼整個世界就都知道 國際社會持續關注中共強襲良心反器官的罪行 6月28日 在美國華府舉行了 2022年度國際宗教自由峰會 多位嘉賓提到 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 以及維吾爾人器官的問題 29日 比利時布魯塞爾也舉行了 譴責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研討會 余會的歐洲議會 資深議員澤底考夫斯基強調 不能在中共政權的壓力下 對這個系統性迫害保持沉默 必須制止中共系統性活摘器官的罪行 比利時法輪大法學會 在會上展示了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調查論 調查員和一名參與活摘器官的 中國移籍醫生的對話內容 證實了活摘器官的存在 對法輪功或者其他人 根本就是亂來的 它要在你的器官就在你的器官 利用官方的權力去做 所以它那個嚴重程度 是比這個黑社會更嚴重 另外 2022年年度 國際宗教自由峰會 6月20日 在美國華府開幕 多位嘉賓提到 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 以及維吾爾人器官的問題 根據中國器官採覺研究中心的研究 中國器官營殖中心 醫院數量從2000年前的150間 增至2007年的1,000多間 幾乎是與中共迫害法輪功同步 中共還在繼續這些罪惡這些罪行 延伸到中國的普通人身上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還有請大家訂閱我們的patreon 你的支持可以幫助我們的channel 繼續營運下去 我是雪兒 下個禮拜見